日前一名女子在坐飞机时 因怀疑男友在看其他异性 突然促进大发 拿起笔电网男友头上猛砸 图写自太阳暴交往中的情侣 若有任何与其他异性暧昧交流的举动时 促谈子怡被打翻可能就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后果 近日美国网上就疯传一段凶狠女友教训男友的影片 飞机上一名女子怡似觉的男友在偷瞄其他女生 不料促进大发 竟拿起手边的笔电网男友身上猛锤 根据太阳报报道 这起暴力事件发生在美国航空American Airlines 一般要从迈阿密飞网络山极的航班上 影片中这对情侣原本就坐在位子上争吵 女子不断对男友大喊 你是不是在看其他女人 你是在看别人吗 旁边的空服员试图在劝架 并表示飞机上还有其他乘客 要这位女子冷静 她不但不听空服员的劝说 还愿骂越凶 甚至还叫男友给我闭嘴 接着空服员为了不让这名女子影响到其他乘客 要求男子拿包包移到前面的座位 不料当男友起身时 凶悍的女子不服 当在走道不让男友离开 结果男友要强行跨出座位时 他竟然拿起笔电 再走到上网男友的头上门打 甚至用拳头狂锤 并大骂我是在羞辱你 这暴力的场景让身旁的乘客纷纷吓傻 甚至还有乘客发出尖叫声 场面相当混乱 最后女子拿起自己的包包 坚持要下飞机 一名空服员对她说 你将会被以攻击罪起诉 女子还回答 好啊 无所谓 但这名女子下飞机后随即被警方逮捕 不过目前还不确定是否有被起诉 对此美国航空也发声明表示 当下以请执法人员到场协助 他们也会请警方再做进一步调查